记者魏林卢台北报道,最近流感肆虐,大家一定注意到周遭许多人纷纷中标,流感的传染图形主要是透过感染者咳嗽或打喷嚏所产生的肥沫将病毒传播给其他人,尤其在密闭空间,由于空气不流通更容易造成病毒传播。 卫福部特别在网站上提醒大家,由于流感病毒是经由肥沫及接触传染,可愚人潮涌几处快速传播,亦容易随着旅游及经贸、社交等活动而加速及并散播。 以农历春节为例,每年1-2月阴逢流感流行高峰期间,返乡人潮难来北往,疫情也可能随着感染者的活动而扩散至各处,因此应多加留意与预防。 预防流感最有效的方法就是按时接种流感疫苗,另外尽量不要用手直接碰触眼睛,鼻子和嘴巴养成勤洗手的好习惯之外,建议大家回到家用温水束束口,束束喉咙,外套尽量暂时挂在门边,不要带进屋内房间,以免万一沾染到细菌又跟着进屋了。 除此外哟,com.